上几期我已经介绍了在Window Dev非常好用的绘图软件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 就是AutoDev的Sketchbook 但是其实这个软件也推出了Android的手机版 Android的手机版同样是完全免费的 但是你在手机上面是不是可以也有同样的体验呢 好了今天科技构成面也帮你测试 就是手机版的Sketchbook 现在我们去Google Play里面找型Sketchbook 它会出现很多Sketchbook的APP 所以你只是要找型AutoDevSketchbook就可以了 按下去然后下载它 打开过后你会看见一个软件许可的说明 但是你也不会去看它 只要按OK就可以了 接下来Sketchbook就是要应用你的手机的前线 你只要按OK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用过电脑版的 你会发现手机版的几乎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会看到所有的工具全部隐藏在最上面的上端 所以呢打开你看到笔刷有好多种的笔刷 这笔刷还多过电脑版的呢 虽然是处置同一个公司 可是手机版还是需要你去慢慢的适应 如果你手机有代笔的或者是应用平板电脑的话 将会更加的方便 看它笔刷的种类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APP就是特别为手机而设的呢 好这样其他功能我就不易易介绍了 好我现在直接进入画板 我真的羡慕那些平板或者手机都有会头笔的人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平板都有会头笔的话 那这个APP真的是鲁虎添翼啊 就不用像我用手指在那边花来花去哦 手指的敏感度当然不能比较会头笔 其实这个APP呢算是非常专业的 里面的笔刷又不像其他的APP需要付费的 视窗版本或者是安卓版本 这两个APP都是佛星的软件 动能齐备而且又是免费 那你还考虑什么赶快安装一个吧 如果你的AndroidTable或者是Android手机上面呢 拥有会头笔的话 相信这个功能呢 这个软件呢对你来讲呢是更好用的 因为呢手机毕竟呢携带性是非常的方便 你在外面呢你也可以应用Sketchepot呢 随时的绘画随时的记录东西 所以它比电脑版更加的灵活更加的好用 而且呢当然呢它也先用手机版的档案 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两个如果一起互动的话 对你的工作会有更加的方便更好的体验 好今天的科技公众下面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的影片就在下面按一个赞 或者分享我的影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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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